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件作品 是陈直书写的 陈直是元代的一个文人 他是今天的江苏苏州人 陈直本人 他诗文 书画都很尖善 但是他的一生 其实不愿意做官 所以始终是以一个 掩饰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在明 在这个元代生活的 这件书法是陈直 寄给他的一位好朋友 金问的信件 在这个信件中 他大致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这样写到 就是说秋天非常炎热 不太好去贸然地去打扰金问 所以他写了一封信 他在这件信中 他又提到了另一位人物 就是元代元四家 这个绘画四家中的一位 就是尼赞 他说尼赞昨天晚上 给他本人又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的大致内容 就是说尼赞想借宋史 这本书中的苏东坡传 还有司马光传 还有秦桧传和贾斯道传 等人的传记 他要看一看 所以尼赞给陈直写了一封信 就是问一下 陈直是否有宋史中的 苏东坡和司马光等人的传记 然后陈直又把尼赞信件的内容 又转抄给金问 因为金问当时也是苏中地区 一个藏书很富的藏书家 所以他想问一下 这个金问是否有这些书的内容 来给尼赞来去看 从原末到今天 大致将近700年的历史 所以这封信 它本身又不是一件创作型的书法 它尺寸还是比较小 又不是非常大幅的利轴或者长卷 所以能够在700年中 这样被闲闲保存下来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作品 它本身从一般的这样的文字材料 还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本身也是一件视觉材料 就是说它既具有文本材料 也具有视觉材料的这样一种特性 所以它本身又为我们提供了 其实在原末 江泽文人圈中 这些文人的诗书交往的 这样一个生活侧面 这封信它涉及到三位人物 其中写信人是陈直 收信人是金问 然后又提到另一位 他们共同的好朋友是尼赞 这三个人他们彼此之间 这个交情非常深厚 陈直写给尼赞了几封书信 现在还有留存 这个文物馆中还有 然后台北故宫也保存了一件 这个吉林省博物馆也保存了这样一件 本身这个信件 它具有很重要的一个史料价值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文本材料呢 都是在史书上的 它是印刷的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客制流传下来的 而这件信件呢 它本身既具有这个文字材料的 这样一种特质 而且它因为它既是书法 又是书法作品 所以它又提供了一个视觉材料上的 这样一个价值 具有这个文本和视觉材料的双重价值 这是非常难得的